平昌冬奥会原本可以给阴霾密布的朝鲜半岛带来一丝曙光 然而近几日以来 连这一丝曙光似乎都变得有些暗淡 美国赫芬顿邮报透露 在即将出台新的核态式评估报告中指出 对手国家正在进行核军被现代化 而朝鲜的核武挑衅行为威胁了区域与国际和平 而特朗普政府有意研发新型核武器 并放宽核武器的使用限制 例如在遭受重大的非核武袭击时 以核武器反击 如果联系到特朗普任内的首份国情咨文 核态式评估报告的内容则并不意外 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对朝鲜放了狠话 称朝鲜对核弹的鲁莽追求 可能很快就会威胁美国领土 美国将展开最大施压 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1月初从圣迭戈海军基地起航 预计将于2月9日平昌冬奥会开幕之前抵达朝鲜半岛附近水域 对此 朝鲜外务相礼永浩1月31日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谴责美国破坏北南和解 加剧半岛紧张局势 呼吁联合国对此予以关切并采取相应举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朝美对抗严重 朝鲜问题难以很快解决 但平昌冬奥会仍是一个缓和半岛局势难得的契机 2018年新年一时 朝鲜领导人在新年贺词中向外界释放了善意的信号 希望与韩国就参加平昌冬奥会进行谈判 韩国迅速响应 朝韩关系在冬奥会前迅速缓和 这也是推动双暂停的中国所乐见的 然而近日 媒体不断渲染韩美联合军演给平昌冬奥会带来阴影 另外 华盛顿和首尔的外交圈盛传 已经被认为是美国驻韩国大使人选的车维德因反对对朝动武而出局 尽管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人们可以从上述事件中明显嗅到华盛顿对朝政策的强硬气息 从美国的反馈来看 朝鲜的举动似乎有意被解读成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升级制裁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政策 这种误判会带来重大风险 显然 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从朝核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找到美国的应对之道 朝鲜并没有宣布放弃拥合政策 还在党代会等一系列重大敏感时点一再重申和坚持所谓经济建设和核武并进路线 由此看来 朝鲜在冬奥会前释放缓和信号更多的是出于时局和时宜的考虑 通过主动把握节奏变化调动积极因素向有利于自身外部环境的方向发展 而特朗普认为制裁起到了巨大效果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期待对朝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改弦更张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 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有明确的对朝政策目标 即避免朝鲜拥合但并没有与之匹配的有效政策工具 一方面美国低估了朝鲜研发核武的能力和决心 总是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周期循环中 期待朝鲜屈服于美国的淫威而自动契合 另一方面当朝鲜突破技术瓶颈 一次又一次进行核试验后 美国却方寸大乱进退失据 除了制裁以外并没有可供选择的有效政策工具 到了特朗普时期 美国又开始周期性的加大制裁手段 然而这些措施很难有成效 朝鲜自身经济甚至适应了这种外部压力 当朝鲜不断发射导弹 进行核武器试验后 华盛顿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共和党执政时期 美国对外政策中尚武的元素更加突出 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势和强硬的美国将无往而不胜 在朝鲜问题上 美国一再的犯错 最终对朝政策目标完全无法实现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如不进行有效调整 还将重蹈美国历任政府的覆辙